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大家還記得上一支影片 小哈來到我們的頻道嗎 我們現在就要來 幫民眾問話 場外民眾問問題 因為太多東西呢 我覺得是嘗試 感覺非常多的民眾 有很多很基本的問題 需要問 我們今天就請 相機身後的局外人 發問一些問題 我想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請問要當機師 是不是要長得夠帥 這什麼奇怪的問題啊 不是 因為你在電影 或者是在航空站 看到的機師 好像都身材很好啊 戴著了一封墨鏡 很帥的感覺 我先跟你們分析一點啊 我以我們老東家的角度 我們的機師 又高又帥 那台灣的呢 我就覺得 花花 感覺還行 還OK 不要跟我講啊 我對帥超沒感覺的啊 你對身上會感覺 怎麼會懶這顆頭啊 你還做指甲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嚇到我做指甲 為什麼 我可以幫你講一句話 因為其實在飛機上 我們都會做指甲 因為飛機上真的太乾 然後你碰到就是 非常容易短 那請問你很多東西要開嗎 沒有 只是我個人 就是天生指甲很軟 像好多次經驗就是 拿自己的行李 拿起來的時候就折斷 就流血了 那你是不是會幫空姐 一起翻身體 以前有人說會啊 很好耶 不然會被罵啊 算是因為壓力 沒有啦 大家都習慣拿了 就同事互相幫忙 因為有時候 大家就想說 上班前趕快一起上班 比較方便 但是還是沒有回答到 到底是不是要夠帥 才可以幫機長 但我知道公司有在挑啦 公司應該是有在選擇 我跟你講 這是看公司 他們怎麼去挑人啊 每個公司只有自己的喜好 像空服員 好了 我覺得國外航空空服員 不太挑 長相雷同的人 他們喜歡很多不同Style的人 台灣的公司 反而空姐是比較挑的 那我有個延伸的問題 機師好考嗎 不好考 就是因為這個工作 他要求的比較特別 他不是要求你只會念書而已 他其實有要求蠻多 就是反應收音協調的部分 所以要popping嗎 還是 飛璇跟打鼓比較像 如果你很會打鼓的話 在飛璇考試上面 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我們雙手雙腳 都有需要用得到這樣子 我有一個問題啦 如果我是一個爸媽 我想要讓我的小孩成為機師 我可能要花多少錢 其實不太要什麼成功 像以我自己來說 我是培訓的 就是公司幫我出受訓費那種 這邊我必須打岔一下 培訓的那是他厲害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你要分兩個part 如果你是考公司培訓 就是公司幫你出所有費用 這個方面是不太需要 額外的費用 那怎樣才考得到 要帥 像BTS之類的嗎 就跟我一樣 有一個標準 就是喜歡台青教程證出來的 其實現在沒有了 公司當初有試過 一兩個班有台青教的 但事實上後面公司發行也就 很多隨便問問都台青教程 但是同事真的隨便問 都非常多建宗開大那個真的超多 就高學歷會念書的人 其實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 這個也是台灣的航空 因為我們老冬家 不用大學 你18歲就可以考了 那你們一定不行吧 我們一定要大轉 好誇張喔 可是我們家公司 你連地勤不是都要碩士畢業嗎 你們好表面喔 現在應該很多 台灣的功夫跟地勤討厭我吧 那你如果沒有考中的話 你要怎麼去當機師呢 如果我沒有考上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選擇就是自己去美國做受訓 就是學小飛機 然後拿到一個商用的飛機執照 然後再回來考公司 但因為這個部分 是因為你自己本身就是 吸收掉美國的訓練費用 所以回來相對競爭人比較少 那其實也會比較好考 只是入你的費用的話 大概就要抓大概10萬美金左右 但是這個是包吃嗎 大概是韓式 就是看你多快 你也可以就是 我就是慢慢學慢慢玩 然後學個三年 那絕對是超過10萬 對 有些快點可能半年多 七八個月吧 那在台灣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現在有了 現在在台東 台東 對 台東的 安節是有可以 對 但他們價錢好像也差不多 因為其實學飛最貴的是在郵費 其實你學飛的執照裡面 有很大的部分是要求要到多少小時 但那個小時是靠油去燒的 所以基本上 你要燒的錢就是那些 不太會變 好來 下一個問題 我在電影上面有看到機師會使用自動駕駛 對 是不是自動駕駛之後 你們就可以隨意去玩你們的事情 呃 其實不是 現在在飛機的確是幾乎都要自動駕駛 那是因為現在飛機其實非常聰明 但是他在很多天氣很惡劣的情況底下 自動駕駛可以更幫助你 沒有啊 就講的跟另外一些機師講的不一樣 我還想說自動駕駛是不是 按下去之後就開始睡覺 跟特斯拉一樣 沒有 沒有睡覺是不行啦 你至少旁邊有眼睛在看你 你不會想 旁邊有眼睛在看我 你機艙裡面一定會有兩個人以上 因為你們一定是兩個人以上一起飛這個飛機 那你不能跟你的partner講說 我們現在一起按自動駕駛一起來睡一下 可以take turn 台灣不行 因為在國外有一個叫control rest的東西 的確是可以 但是在台灣的民號發揮其實是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自動駕駛按下去就是還要很忙就對了 所以其實你要一直看進去 你繼續沒關係 你繼續沒關係 當然他可以幫你節省很多不用這麼的專注 但是你還是要花蠻多時間在看飛機上面 那我加拿大航空的朋友不是這樣講的 因為畢竟他本身 他就飛到一個女生 兩個一起飛cargo嘛 他就按下去之後那個加拿大女生就坐在他的身上 這個怎麼完全沒有聽過有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他們是偏無聊 真的外國航空公司就不再這樣子 他們說party就大家一起去 然後亞東航空公司就回到飯店 然後自己再偷偷敲一下 那因為我們上一次有開那個疫情期間機師嘛 那就會想要問的是 如果你們被關在區域館裡面 或是你們太久沒有飛啊 會不會手感生疏 會一定會 所以其實像在我們的指導上其實都有要求說 你90天要起落三個 這是很基本的法規要求 如果你太久沒有飛的話 其實你一天公司要求說 我要去模擬機練一下起飛落地 真的有模擬機啊 真的有啊 那你那個模擬機是那種變動的嗎 還是一台小飛機飛的那種 沒有我們那個其實是 比我們這個空間還要大的一個模擬機 大概就是一層樓到兩層樓高 然後它價錢有30層樓 像一個小網在上面一樣 他們現在傻眼狀態 這個完全沒有看過 對 那個那個東西好幾億 而且每一個小時的操作成本是100塊美金 是非常非常的貴 所以你不是那種說什麼 今天下午沒事 公司我想要去飛一下 你說跟那個頭皮一樣 欸突然要進公園耶 完全不是 因為公司還要派一個教官來帶你 那你已經是機師了 你還要找一個教官來帶你 對 因為帶模擬機帶飛的話 有額外的資格 好 那我也想要問一個問題 你玩那種模擬空戰的話 會不會比較比別人更厲害嗎 不會 這個我也滿好奇的 我自己玩的是沒有耶 我覺得完全沒有 就是如果是模擬飛行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點 因為會比較有概念 知道操縱這些要比較柔和 你會知道我要比較精細地去控制它 但是你可能很難說 跟那些什麼電競的選手比例 我覺得是真的 可是我覺得他一定會那種啊 就覺得 這邊做這樣是不對的啊 這邊可能是怎樣啊 這個比較常發生在那種 飛機的電影吧 那你有看過之前有一部電影 有一個機師 操控了那一台飛機 降落到河上面去救了所有大家 有啊有啊有啊 你會覺得 那是合理的嗎 那是合理的 對而且他有把一個很重要的照片拍出來 就是他做了一個原廠沒有建議的程序 結果做完後原廠發現他做的是對的 所以我們後面空八的程序 全部都按成跟他做的一樣 等一下 我不懂什麼叫做原廠建議的程序 簡單解釋好了 像他那個飛機在兩個引擎都受損的時候 其實他的電力啊 跟一些補助會沒有 所以他去開了一個補助動力系統 叫EPU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按照原廠程序 那個其實是 要做到很後面才會去開那個 可是開那個大概要幾分鐘的時間 但是那個因為他的經驗很老道 他覺得說我燈會可能這個會沒有 所以他第一個就想辦法先把它打開了 結果後面空八發現他這樣做是對的 這個Hazen River事情之後 幾乎所有的程序都修改 所以變成只要引擎有問題 那個燈會就要先開 但航空運就是這樣 因為航空運就是累積在各種經驗上面 因為可能你當初工程師設計的時候 沒有想過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好 那我還是要問跟疫情有關係的 上一集你有講到說 你可能一個月飛出去兩次 你幾乎就只能在家裡面待個一天兩天 那長時間不跟家人相處 家人會不會對你有一些怨言 然後或是你們的相處上面 會變得怎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家人也是很辛苦 家人就是跟我們在聊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想辦法安撫 但我覺得最辛苦的反而是小孩 因為小朋友就是更無辜 然後小朋友很多都不瞭解說 為什麼你都不在家 甚至我小朋友會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跟公司請假 不要去上班 但是如果我請了假 或是我需要修久一點的時候 他也知道我要回去上班 他說如果我不回去上班 我就沒有辦法賺錢 那就會沒有東西吃 那這樣的話你原本都是非國外線嗎 對 我們家都是國際線 國際線的機師跟國內線的機師 是有等級差別 我會不禮貌 這個又是大家搞不清楚的東西 就像人家會問我說 那你在國在航空的時候 是不是國際線還是國內線 小港內線 國內線國際線 台灣應該這麼說 他們有分子母公司 對 就是長榮跟麗榮囉 華航跟華信 國泰跟港榮 國泰跟港榮 那你們會有那種歧視嗎 就類似說像我們拍片圈會歧視 就是拍電影的會歧視拍廣告 然後電視節目現在會歧視我們這些拍YouTube 然後電競的直播主會歧視 是要講話的網美 是以前我們有聽過以前會 因為我們進公司之後 薪水有全部的不同的改變 但在我進公司的時候 其實的確會在薪資上就會有差異了 所以以前這種不滿會比較多 但是因為我們公司現在的薪資都調到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方面會比較少 但因為我們跟國內線真的是沒有什麼接觸 因為我們自己的公司本身沒有 那其實有很多 有時候是他們的選擇 他們也會有自己覺得喜好 譬如說我覺得我飛小飛機 比較喜歡比較舒服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啦 所以這種歧視就是 應該現在都不太會有 那你有沒有非常懷念 某一個國家的什麼食物 食物就不知道 但女人有沒有就不知道了 沒有啦 我以前蠻喜歡去日本的 因為我覺得日本就是東西有雷的東西不多 隨便吃個去酒屋的東西 叫個炒飯什麼都會好好吃 就覺得連變成商店的便當都很好吃 欸你們真的跟我差很多 我就是不飛人 超愛飛機 日本版換掉 我都飛韓國版比較多 那去韓國你都吃什麼嗎 你必發 娘娘發酒瘋 也因爲什麼 他就喝了 但有完全我喝不出酒味的生雞湯 他就變成這樣子了 真的有意思 我現在在想我要不要把這個人 伸回去酒店 然後我自己還聽了一下 可能因為我們現在韓國一直都沒有過夜 所以都沒有辦法體會 去韓國 我跟韓國 我跟韓國說你還有三天班 韓國三天班 這麼近還過這麼多夜 這個五星級的韓國就是不一樣了 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 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在下面幫我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然後下面都可以留言問問題好不好 大家掰掰 Down 那 如果 說渡 還是 說 我 那麼